中国自规以来 民间通通受了神仙教化 虽然很多人不认识自 但是都懂得做人的规矩 像弟子规他都懂 他不认识自 他都全都做到了 谁教他的呢 从小父母教他的 父母做到了 他不用不住特意去教他 父母做到了 他从小看到父母 言行举止 他就学会了 父母是用身教啊 六七岁上学呢 老师才有研究 他全做到了 感应篇做到了 弟子规 一千零八十个字 感应篇一千三百个字 十三叶道经长一点 我有一个戒本 我做的这个编的这个戒本呢 五百多个字 不到六百字 这三样东西分量很少啊 你能把他落实了 真做到了 那是好功名啊 那你就是把如是道啊 全部都落实在你生活当中了 落实在工作 落实在厨师 在人家 所以中国 几千年来 这一个族群 这个社会 能够做出了 长治久安 侯谐社会 不容易 就靠这个 这种教学 几千年没变过 就得到几千年的安定和平 现在我们这个世纪 俗活了 这一俗活 社会就乱了 如何能够再恢复社会的安定和平呢 老祖东东西找回了就行了 你要认为它不科学 那你完全错了 弟子归里面 113桩事情 哪一桩事情不科科学 孝顺父母不科学吗 尊师中道不科学吗 你去找哪一样 精端的科学与哲修 都在大乘戛里面 感谢观看